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还没起呢 那才几点啊 你就骚扰我 忙了你 我内分泌失调睡不着啊 要怕骚扰你赶紧的 我那姐们昨天已经结婚了 没戏了 拜拜 起来啦 嗨 欢迎 新年好 你无聊不无聊啊 没见过女人哪 见过啊 不多 那你在女厕所门口站上呗 进进出出都是女的 你这话可就不对啊 性别对性情不应对 就比如你啊 虽然披着女性的外衣 可你哪点像个女人呢 你也长着胡子跟猴结啊 怎么又一颗比女人还八婆的心 你请我请啊 这还用问呢 在唐山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 你请我啊 你去哪儿啊 既然是我请你用得着在这儿吗 对面 成都小吃 你不是帮我约了你那姐们吗 对面的档次低了点吧 既然是我请 我那姐们来不来不一定 别说了 我请 服务员 帮我们找一个豪华包紧好的 小姐 普通包紧就行 小姐 小姐 这也瞧事 瞧事 这是柳七七 你们聊 我先吃了啊 来来来 女士请 谢谢 经常在国外走动的 就是不一样啊 这跟经常出国没有直接关系 我从小就这样 家教好素质高 你还真幽默 我 给我讲了 琪琪 你的朋友我的同学 饿了一个年下了实在扛不住 所以 在你没来的时候先把菜拆开 你别介意啊 你才饿了一个年下了呢 琪琪 别被她这一套绅士的假象给迷惑了啊 她可无耻了 你作为一个红娘 这么说话不太同当吧 红娘绿娘的 我的价值体现在你请我吃饭 琪琪给我胆折 琪琪 她吃她的 咱聊咱的 咱就当这个人不存在 好吧 来来来 你跟石河认识多久了 挺久了 估计比你们时间都长吧 你那个服务 你说吧 领导 喂 您好 这是中国移动秘书台给您服务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没什么需要你帮的 你还是帮帮你自己吧 我告诉你 下周六之前 你必须把发表论文的那个刊物原件送过来 否则后果自负 自负就自负 什么妙气的 石河 也有你怕的呀 我怕什么呀 大不了就是不给我贫瘠扣工资通报 再大不了就是开除 我还不想干了呢 你真不想干了 对啊 我倒是跟琪琪一块开服装店 既能够赚钱还有新衣服穿是吧 既然你不想干了那就算了 什么叫算了 你能帮忙 你都打算辞职了 我瞎帮什么忙 别别别 我叫这么一说 那个 你有门道能帮我发了文 你年纪不大 脑子也不好使了 我是干什么的 律师啊 律师和律师不一样 我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同时还是 别在这儿臭显摆了 你的情况我给七七介绍过了 赶紧说 核心刊物 法治通讯的主编 是我的大学同学 铁哥们 法治通讯 我论的是影视艺术 搞研究的就是愚钝死板 想把影视艺术跟法律扯上关系太容易了 我问你 你那文章里有没有涉及到打官司的片子 没有 那有没有哪部片子哪个人物 谈到法律的问题 也没有 那有没有谈到电影体制 比如电影分级什么的 更没有 那你都写什么了 我的论文题目是 论张子怡 你可真会论 怪不得没人给你发文章呢 不是我写得挺好的 我从这个张子怡的角色塑造 谈到她的东方女性魅力 再谈到西方文化 对她的生意 审美接受 你可真能扯 比我还能扯 因此我建议你 辞职 甭废话 你到底能不能帮忙 琪琪你别介意啊 我们俩一见面啊 就这样 太熟了 她是我见过的最无赖的女人 谁无赖了 谁无赖了 你刚才不还说我不是女人吗 当然了 也是最善良最聪明 最任性的无赖 少打一巴掌给个填草 不吃你这套 我是吃饱了 吃饱了就去买单吧 要是这文章发不了 发不了 今天的饭题我报销了 好 我开张发票备 来来来 请 石河先请吧 跟我你就甭装身事了 你那车打往前面 我怎么先请啊 赶紧走吧你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石河 你赶紧把你那个破文章发给我 我邮箱地址你知道吧 知道 赶紧走吧 拜拜 石河 你们俩 我怎么觉得挺那个的 哪个呀 你可别误会啊 没有 我跟他太熟了 一见面就这样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别觉得了 我跟乔盛什么都没有 这辈子都不会有 就算这世界上 就剩下一个男人 我跟他也不会有事的 看看是不是乔盛 抱问问他对我印象怎么样 我妈 拜拜 妈 先等会儿啊 一会儿 妈 妈问你啊 五台山这趟去的咋样 有没有想中的 您不是说了吗 一堆挫子个儿 我连正眼都没看 我想什么种啊 那个头高矮 无所谓 主要人好就行呗 你这孩子真是 行了 老妈 不跟你说了啊 我开车呢 你看见没有 我一跟你说话 你就说开车呢 我一跟你说话 就开车了 你把车靠边 我跟你说 我问你 就你那天说的那个19分 啥意思啊 这分头吧 分55分 46分 37分 28分 最后一种呢 是19分 你得明白 啊 我得明白 谁是19分呢 妈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 我还告诉你 我受得了 55分 46分 37分 28分 连秃子我都能受得了 我还就受不了这19分 我还真佩服你 哎 你也看得下去 你还不如劝她刮刮了得了 剩那么几根毛 还得洗头怪麻烦的 谁呀 别 我这压着你 警察同志 我我我我真没打 我就跟我妈说我正在开车 我就挂了 请出示您的驾照和交通卡 你看我挂了吧 妈 请出示您的驾照和交通卡 你好像是上司 喂妈 你别再打了 我都让警察给抓了 你胡扯 被这警察抓住 谁能跟我说话 你今天啊 就是进了鸡肉所 我告诉你 谁叫你给我打电话了 你必须得跟我说啊 你给我解释 怎么呢 19分 谁呀 我跟你说 人家你证书可不是19分哪 那是百寸 谁证书啊 年轻年轻年轻 就知道年轻 你也不想丢人 张诗和 你说清楚 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我说你是不是跟踪我呀 什么 上回在东边就是你罚我 今天又是你 你是全北京 就渴着我一个人逮啊 当然不是 我刚掉这边来了 你可真会掉 我在哪儿打电话 你就掉哪儿候着 是吧 小姐 你这么对你母亲说话 可不可以 管得着吗你 愿怎么说怎么说 你小姐还管这个 闺女管吗 要不要再扣我三分啊 对了 谁小姐 谁小姐 我像小姐吗 你再说一句 我投诉你 你信不信 别走 警号给我 好 请进 贾老师 给您拜个晚年 怎么样 论文拿来的 带了带了带了 那个 来 请领导省业 来 你这是什么呀 小样 刊物正在排版 月底就出刊 还不算太晚吧 月底才出刊 还不算晚 大领导您就高抬贵手嘛 我今天是让我那同学给坑了 临时通知我文章被撤下来了 搞得我措手不及的 您就看在我别的任务 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份上 您就怜香惜玉一把吧 什么部主任 你 你这也叫论文哪 还凑合吧 您仔细看看 我里边有些观点吧 还相当新颖呢 还挺新颖啊 你自己都说是凑合的 这篇文章绝对不能算啊 不算 凭什么呀 就凭台里的名文规定 且不说你这篇文章写的是 乱七八糟 七贫八糟的 你就是发表在这种刊物上 那就不能算成功 专业不对口啊 我还有个小慧 今天不跟你谈 主任 你别走啊你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什么事 你给我弄的那个论文怎么回事 主任根本说就不行 我可不管啊 你帮我解决 那个你有把握吗 不能动手啊 这毕竟是我领导 我还得在这儿混呢 律师靠的是智慧而非拳头 您就是贾主任吧 您就是贾主任吧 师赫 这 这人是谁啊 那个 您不是不跟我谈吗 我请了一位律师来跟您谈 你好 好 贾主任 这是贵单位的业务考核规定 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六条 本单位正式在边人员 以实际完成工作量进行年度考核 括号 包括年度拍摄任务和理论文章两部分 括号完 再看这一条 理论文章需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 明确规定了刊物的等级 但并没有规定类别 而法治通讯是全国发行的国家级刊物 也就是说 张诗和同志的论文 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并无不妥 所以按照你们的规定 应该记入年度考核任务中 可是 有一点啊 再来看第四章第九条 各项考核工作截止于当年度十二月底 括号 如于特殊情况可适当顺言 括号完 张诗和同志在整个事实发生过程中 一直处于不知情状态 并且非不作为 只是因为对方提供的是虚假信息 才导致了顺言 因此 我认为张诗和同志今年的情况 应为特殊 所以 应该在考核时间上余顺言 我说你是谁啊 你跑到这儿来跟我这理论 石河 请告诉他我是谁 贾主任 这位呢 是乔瑞 职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有证的人民陪审员 我现在的男朋友 未来的老公 这 真的假的 除了结婚证还没有 其他什么证 乔也都带齐了 您要看吗 不用看 不用看 小乔啊 先不说你这个人口才怎么样 就凭你对石河这份呵护 论文的事我拍板了 通过 石河 倒杯茶来 倒杯茶来 得 小伙子 谢谢主任 我代表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感谢 我对石河严实严了点 关心是真的 我们全体同志啊 都考虑她早点能够成个家了 一个女孩子过到这会儿 还没有一个男朋友 看着哪儿哪儿她都不对 除了脾气大还不说 她还毒得狠呢 估计以后啊 石河会正常一点了 小伙子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啊 石河嘛 这孩子没什么大毛病 业务水平也不错 就是理论水平啊 稍微差这么一丁点 那是因为她注意力不够集中 以后你得多帮助她 好 多帮助 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事可不能带妥了 快了快了 还男朋友老公 你可真能胡说八道 我要不这么说的话 我们领导真以为我来找她麻烦了 你说我以后还怎么在这儿混呢 那今后你们主任要问起来 你怎么说呀 反正是问我又不是问你 我就说把你踹了 你把我踹了 你怎么不说我把你踹了呢 这点事你也掰吃啊 行行行 你把我踹了的 那够事呢 这是原则问题 就是到法院离婚 双方都谈妥了 也得分个原告被告吧 行 谢谢了啊 原告 怎么着 请你吃饭呢 吃饭就免了 对了 我帮你发论文 可花了我五百块钱打烊 这费用怎么算呀 这谈钱多不亲热呀 再说你不是说了吗 那主编是你同学好哥们 他又花钱呢 对 我给你们介绍柳七七认识了 没看上 没看上 那是你的事对吧 我已经给你介绍了 从法律上来讲 我已经作为了 胆子够大的 敢跟我谈法律上的事 我就谈了 怎么地吧 你这比谢莫杀率还快呢 我告诉你 这可是你们单位门口 别回头让老百姓误会了 以为宣传机构的精英 兜你这素质 放心吧 没想过你要钱 就是想让你欠我个人情 以后给我介绍好点 这点事 那没问题 但是你得给我一标准吧 对吧 你喜欢什么样的 标准就一个 别以你为标准 我怎么了 我哪儿不好啊 你回去聊聊你的神经线 就知道了 起码比正常人长三寸 瞧事你 妈咪 你能不能甭再跟我说那事了 不管是圆板寸 方板寸 三角板寸 踢形板寸 我都不待见 行了吧 拜拜 可以啊 你妈给你介绍了一板寸哪 什么呀 那么老的板寸 那 乔教律师好像很关心我的事嘛 我不是关心 是好奇 好奇 谁这么走运呢 想撞本姑娘这道桃花运的 大有人在 我的意思是 谁这么走运没被你看上 瞧事 别让我再看见你 开门 放进了 放进了 那么早就开学了 打个电话接你去啊 给你打了 你手机关机 家里电话没耳机 我那都拔了 吃饭了吗 没呢 这有点啥菜啊 各种口味的方便面 随便挑选 你吃不吃啊 我有点饿了 给我也整一碗吧 方便面方便面 整天到晚方便面 你说你对自己好点啊 别虚虚当道的 再啰哩巴嗦的 我还不吃了 你这给你老实去 你手机 关机电话线也拔了 你这躲谁呢 你老呗 手机一开就打电话进来骂我 烦死我了 害得我一个月 被同一个警察罚了两次 我准备关机俩月 有这个必要 有这个必要吗 你说有这个必要吗 不就是姥姥找了一新姥爷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大人以为自己聪明绝顶 其实是愚蠢到家呀 就这点破事 我跟佳佳八百年前就知道了 笑一样 那 你跟佳佳怎么认为啊 我觉得挺好啊 好什么呀好 具体情况你又不知道 电话给我 我给你妈打一电话 具体情况不如具体感觉 只要姥姥感觉好 我觉得我们当年轻人的 不应该参与也不应该管 闭嘴 喂 大姐 懂得到我这儿了啊 不是 我手机不敢开 我一开开我妈 就打电话进来骂我 烦死了 那我有个新情况 跟你汇报一下啊 妈怎么说 那正老头不是一九分 是百寸哪 咱是不是把人给弄错了 你等会儿啊 董董 去看看 要是你老千万别让他接了 等会儿啊 是你姐妹 琴琴阿姨 你上去 你上去 喂 琴琴阿姨 你是怎么着 着急了吧 什么呀 我呢 正好去拿货 顺带送几件给你 走 得了吧 我还不知道你猴子鸡猴子鸡蛋 我抱歉啊 真是没消息 最近那乔瑞没跟我联系 你不是托大发论文吗 你就问问吧 问什么呀问 那小子本来就属于那种 特别自大的那种人 你在上赶子主作伴他可没骄傲 行 那你就试试吧 我这次可不是动拼拿货的 那个 琪琪 其实吧 那条里没我说得那么好 他特抠门 那天不都看见了吗 是吧 这样的男人才会过日子啊 会过什么日子 那嘴特刻薄 昨儿还说我神经长三寸 差没把我气死 你不是说他没和你联络吗 不是 网上 就我们俩不是在网上那个 说那论文排版的事吗 结果顺便聊了这么两三句 我们来得及问的就下线了 真的 行吧 那你就先试着吧 回头有机会想问啊 我先走了 不是 那我给你钱啊 不用了 他俩根破衣服就要收买我 没事 去 著名大导演亲手给你切的 你穿这身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叫锦衣夜行 别说啊 披上这种纯羊绒的披肩 让我的文字都雍容滑贵起来 那你怎么跟七家一交代呢 好说啊 过两天我就跟他讲 你是卖衣服的 人是律师的 不合适嘛 来 卖衣服怎么了 卖衣服那叫自食其力 自力更生 他再怎么自力再怎么更生 那人家就是没看上他 那怎么办 我怎么听着你这有点那个 幸灾乐祸的意思 不能 我是他们介绍人 我当然希望他们能成呢 可我觉得别有用心 我怎么别有用心了 用心别在哪儿了 那算了算了 不了了 行 那几件衣服给你吧 拿去讨好你的女朋友 真的呀 那四妈 四妈你太好了 我跟你讲 我今天要看这些衣服 非得给我十个大拥抱 加五十个热闻 谢谢四妈 两件泼衣服 我就又是拥抱又是热吻的 也不是什么上当孙女孩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你这 你这态度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有什么 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 不生气你说 你这是典型的老姑娘心态 你见不得人家好 见不得人家生活快乐 生活幸福 你这 你这生活态度不真诚 我哪儿不真诚啊 你说哪儿不真诚啊 说好你不生气啊 我生气 我非常生气 我怎么就老姑娘心态了 我哪儿老啊 我老吗 再说了 我看不到谁幸福快乐了 谁啊 我看不到谁 你谈恋爱我没帮你忙啊 你说我别有用心 我用心别在哪儿啊 说呀你 说话呀你 不是 你看这这这 不是聊天嘛 不至于你就 你怎么不给你 别借爱翻译我 不是 这衣服啊 是之前咱俩就说好你给我的 你这拉出去使 不能往回抽啊 滚 气死我了 你傻妈妈的 把电话也不接电话 我刚整几眼了 我就让他们家都给他操了 咱能不生气吗 你不是说不让孩子们管着吗 那咱俩就上民政局吧 正领来才能等着 还能给撕了吧 你就知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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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笑了 正领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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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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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verest 这就嫌我那吵 又嫌我那小的 说什么也不在家待着 那非得上你这来复习来 我看你呀就是长了一颗泡心 跟那死爹一样一样的 干吗呀你 在我这儿就在我这儿呗 我还能顺便替他辅导辅导 我这不怕给你添麻烦吗 行了 你别虚头巴脑的 东西都带来了 咱妈怎么样啊 别问咱妈去 她跟懂得鬼得很早知道了 是不是 佳佳 什么呀 笑笑还笑呢 考不上你就不笑了 管我一条家家 专业课有我 今年你肯定能过 是吧 文化课呢 我给你找一个好的补习班 咱们争取今年一次充公 走 又又谁来了 又又谁来了 又又多来了啊 谁是欢乡团哪 你看你多好啊 你这一年就考上了 家家考得好 年年来年年来 敢人静静敢考了 你今年再考不上啊 这别考了啊 要饭去吧 二妈你看你还真生气了 我这开玩笑呢 家家今年肯定能考上 你个臭小子 还说我心态不好 你这才叫幸灾乐祸懂吗 三妈 你是真小戏啊 你还学会记仇喽 你那是严重的攻击诋毁 我不仅记得我还得报复你 房间定好了吗 定好了 那个清清啊 他们宿舍有一走路的 那这徐子啊 让家家呢去她那住去 这不是又方便又省钱了 是吧 还算办了点人事 那二妈谢谢你了啊 谢什么呀这应该的 行啊 带家家跟二妈到里边去吧 走 走吧 宝宝 你们罗老师要上课吗 你找罗老师干吗 看你这小样又犯错误了 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说 不是 那天她讲课嘛 她讲课讲课 她吹牛 她愣说她拉过的篇 比我吃过的馒头都多 我一时没忍住 我不吃一下就乐了 乐啊 我看你今后乐不出来喽 我告诉你 那罗小娇比我还牙字笔 你以后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谁牙字笔报了 不带这么背后说人坏话的 老师好 老师再见 当然我学生面你就这么损我 过了吧 我这也不叫损 我这正常评价嘛 你 正好找你嘛 你要是为董德那小混蛋求情 那算了啊 当着全班同学面笑唬我 当时我那脸飘哒 我就掉讲台底下去了 我到现在还没找回来呢 跟个孩子你也计较 我服了你了 我外甥女儿呢 今年又来考试了 还请罗老师多多帮忙 哎呀 这个事吧 今年跟往年情况有所不同啊 今年呢 我们系主任亲自作证主考 哎呀 这件事呢 我上来这一套 你请客啊 我请 确定 确定 赶紧吃吧 行 开始吧 开始什么呀 哎呀 倒你的精神垃圾呀 这么主动的请我吃饭 不就是想倾诉一下你的烦恼吗 你说得别这么赤裸裸的好不好 咱们俩是哥们 我跟你说说心里话 怎么就不行了 行啊 所以我让你倒啊 敞开心扉 别这么拘谨 我帮你起一头 最近哪庄官司遇到麻烦了 你其实不知道 这两年 我没替别人打官司 我在给自己家打官司 自己家的官司 怎么了 不想说 不说了 我还很少见你这样哎 你到底怎么了 吃吧 味道不错的 真不想说啊 不说了 那我说点行吗 你说 你说你说 老乔 我现在 是不是真到了见不得人好的年纪了 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你跟这柳七七没成 我似乎还要有那么点高兴 我那外甥吧 跟他那小女朋友 亲亲热热的 我好像也有那么点记录 我外甥说我是老姑娘心态 见不得人好 我是不是真有点啊 你外甥挺一针见血的 你现在确实有了这方面迹象 具体表现呢 就比如说 你总给我介绍次品 你要是给我介绍个有品味的 或许能扭转局面 看你这么阴气 那我就把罗小焦介绍给你吧 罗小焦 这名听起来就不错 何许人也要 我大学同学像花 不过最近也有点搭了花瓣了 看看 这就是迹象 你必须立刻马上调整状态 快 赶紧给罗小焦同学打个电话 小焦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人 要不要约见见啊 你不在北京啊 行行行 那你回来再打给我呗 拜拜 什么情况啊 回去给他母亲上坟去了 说是等过了亲民回来再约 孝顺 这种女孩肯定错不了 我也挺孝顺的 李阿月不给你妈打电话 还叫孝顺 谁说我不打 我天天打 我每天晚上都给我妈打问候电话 谁 这毛衣稍微比你这个长一点行吧 随你便嘛 谁呀 谁呀 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啦 您最近好吗 老妈 挺好的 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呀 吃饱饭撑的 行了行了 行了 别打了 假装是不行的 来 师傅 你刚才打电话说 那天说的那个人 陈若小小同学提过我了 对呀 你看我多恶心呀 还是我见不得人好 扭转观念啊 你指不定又在打什么搜主意呢 我打什么搜主意呀 那罗小焦又不卖衣服呢 那他干什么的 毕业留校当老师 大学老师 你别瞎猜啊 他虽然是董德的班主任 我眼下没有什么求他的 此地无印三百两了吧 我可没说什么呀 那我告诉你吧 当年在我们班 就成绩最差的才会留校 所以罗小焦到现在 也就是个讲师 瞧瞧 就你这口气 你让我怎么转变观念呢 师傅 你可真得注意了啊 你也好不知道哪儿去 不是鸡猴儿鸡了老男人心态 师傅 师傅 你把罗小焦的电话给我一个 我自个儿约 那可不行 那万一这罗小焦过后拆桥 看看 露馅儿了吧 露什么馅儿呀 我的意思是说 什么意思啊 你再复杂的表情 也掩盖不了你朴素的智商 慢慢编 我去趟洗手间 你好 那位女士要买单 小姐 您的餐费一共三百二十元 您是现金还刷卡呢 等一会儿 又是那位先生买单 先生走了 说您买单 笑什么呀 很好笑吗 老姐 三百二十元一共 你看看你 来 孩子们不接电话吧 你生气 主动给你来电话吧 你还生气 你让孩子怎么做 你才满意啊 哎呀 说挂了就给你挂了 想起来了 就溜你一圈 怎么着 我是他们狗啊 你可真是个老小孩啊 你说 我说这话有点智慧没 你这个智慧啊 我真是有点接受不了 好 那你能接受什么呀 我给你支这毛衣 你也接受不了 行吗 那我给别人支 怎么着 你还有备份啊 那是当然的了 是哪个老头 说出来我听听 听听 我就不告诉你咋子 怎么着 嗯 怕我削他呀 哎呀妈呀 你这土都埋到这儿了 怎么着还吃醋啊 你既然知道 土都埋到下边壳了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哎 等吧 我说 真的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 嘿嘿嘿 别的主意了你 嗯 去年的业务考核 勉强就转他们通过了 今年啊 可不能再这么敷衍了 谢谢领导 您放心吧 我绝对不敷衍 我绝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 那就帮着带那几个实习生吧 啊 啊什么 这也是你的分内工作嘛 我 你别老憋着到外头去干私活啊 我哪有啊 我就在这儿挣这点死工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到处去给人家拍什么结婚录像 还去跟人交课 石河 我可提醒你啊 你拍那个结婚录像也就算了 可是那些业余的培训班 那都是骗钱的 作为一个电视台的业务骨干 这些误人子弟的事儿 你可千万不能瞎掺和啊 万一有一天啊 叫人 我什么时候 还成了业务骨干呢 真是 不好意思领导 我接一电话啊 喂 小焦 回来了 小焦 你着什么急啊 我啊 那个 我在唐山呢 她也不在北京 在唐山呢 对对对 我们俩一块回去的 放心吧 回了北京我就引见你们俩前面 行不 我告诉你啊 苏佳佳那事儿你给我盯紧点 成了 过来 真够着急的 我说石河 我说你怎么学会撒谎了啊 这可不好啊 不是 林达 这我这同学吧 老追路给他介绍男朋友 乖烦人哪 那我说你那个男朋友谈得怎么样 男朋友 哦 哦 那个挺挺挺挺好啊 不过也快不好了 不好意思 林达 我妈 我妈 喂 妈 什么事儿 那个石河呀 你没开车吧 没呢 我在办公室跟领导谈工作呢 那妈跟你说件事儿 咱能不能给你爸爸上上坟呢 行 那这样 我先跟领导请个假 你别挂啊 主任 我妈让我回去给我爸上坟 您给准个假呗 那真是你妈 您自己问 行了 行了 准了 准了 妈 领导准假了 明儿一早我就回来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啊 晚你回来之后 你就通知你姐 你哥啊 咱们几个您自己通知不就完了吗去 咱们几个您自己通知不就完了吗去 贾老师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先撤了 好 再见 我说早点回来 五一的专题可还没做呢 放心吧 我去去就回 顶多半个月 再见 半个月 我是说顶多 贾贾不用紧张我跟你说 复习的时候认认真真的 面试的时候你就尽量放松 有任何问题都给我打电话 我争取三老天就回来了 记住没 嗯 总的你好好帮佳佳复习啊 嗯 对了 你小子不许借我电话 不许长时间上网 不许乱花钱 不许带女朋友到我这儿来滚混 记住没有 知道了 真啰嗦 跟我妈一样 还有吗 还有就是 对了 老老江要是给你打电话的话 你务必说我大前天就走了 跟乔事一块走了 跟乔事一块走了 为什么呀 让你这么说就这么说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妈 你是不是跟那个乔事叔 谈恋爱呢 这太美了 你想哪儿去了 直觉 凭我一个艺术家的直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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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